如果高雯安被一審判決有罪的停職 那是怕停職而已 停職的時候 這個副市長是可以用 副市長代理市長 可是一旦他被解職 一旦他被解職 那個副市長是內政部要派 對 但是那個停職 還可以用副市長來代理 所以就會變成是 那個副市長高雯安可以自己派 這個時候中央還沒辦法插手 可是他派一個柯美蘭 然後柯美蘭來代理市長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觀感啊 所以新敵市的鄉親市長 有都害怕 是租科工程師 你們現在遇到的市政府就長這樣 我如果你在市長 就是這群人在決定的 副媽媽說 兩個人算得好 這樣這樣好 這樣好 沒有 他可能忘記高雯安 站在他後面 不然就是說 他說 因為他說 總統不可以貪污 市長 可以 像我在金融縣長 金融縣長 我民眾黨的 那是什麼 那個就是判刑確定 都是政治破壞 去抓出來的官員都更生人 從高雯安起訴的 叫做無罪推定 所以這都還好 因為有三部局 高雯安昨天跟在 站在柯文哲的後面 說什麼 他就一直笑 本來高雯安要演講 就取消 本來高雯安那個 輪廣室有要演講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在說的時候 大家都聚焦在講 那個貪污的事情 因為早上 柯媽媽也很詳細 柯美蘭也有 問柯媽媽說 柯美蘭有要選立委嗎 他說 怕去賣 一家會兩個人選 感好 有點在測 測風向的感覺 他心裡是想說 感好 他不是說賣 他說感好 測個風向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是這樣 民眾黨其實很可惜 創黨 這樣三四年 像易三這也都創黨的元老 當時在生立的時候 台下頂台下 包包判的 新竹市跟新竹縣的竹北 都是竹科工程師 那竹科的工程師 現在看到 柯美蘭要不要選 看到如果高雯安一審被停職 判刑確定被解職 副市長要高雯安派 內政部派 說到沒話說說的 都是柯文哲在派 都柯媽媽在割定 柯美蘭要不要選 阿哥再掌握到朱立倫 阿翁柯文哲要選 再掌握到郭台銘 竹科的工程師 每天一個竹科 這樣拚命賺錢的工程師 然後期待新政治的新竹人 你們看到的柯文哲 跟民眾黨長這樣 所以柯美蘭是台大新竹分業 就在竹北的遠科意識 在地方上是很有聲望的 就是說他這個醫師的醫術 是很高明的 地方也很有名 所以他知名度其實是蠻高的 可是你就會看到說 像昨天那個場合 柯美蘭坐在第一排 他從頭到尾戴著口罩 他什麼都沒話說 可是柯媽媽就意見很多 柯媽媽是在前天 還接受媒體專訪 剛才義上說的 就是接受媒體專訪 再講郭台銘跟柯文哲 合作的事情 那是條件安排好 那個專訪播出來之後 才有昨天那一場的 這一個造勢活動 所以他也再試看看 柯美蘭剛才說 如果高文安被一審判決有罪的停止 那是怕停止而已 停止的時候 這個副市長是可以用 副市長代理市長 可是一旦他被解職 一旦他被解職 那個副市長是內政部要派的 那個代理市長是內政部要派的 等一下 那個程序上面是停職 那什麼時候會被解職 要定業 定業 那個時間比較久 比較久 搞不好都透過高文安的任期 一審就會先停職 對 一審先停職 但是那個停職 還可以用副市長來代理 所以就會變成是那個副市長 高文安可以自己派 這個時候中央還沒辦法插手 可是他派一個柯美蘭 然後柯美蘭來代理市長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觀感 所以新的市的鄉親市長 有都會贏 新竹科工程師 你們現在遇到的市政府就長這樣 然後新竹人醒醒吧 你們在每天在講這些事情 然後每天大家在討論這些事情 我如果你們在市長 就是這群人在決定 柯媽媽說 兩個人算得好 你這樣得好 這樣得好 柯媽媽你 我就決定住客的未來 柯媽媽你 我就決定住客人 住客人 拜託你頭髮到今天住客媽媽 每天10點12點 吃早午餐的住客媽媽 想一下想一下 不要再被民眾黨騙了啦 傳言已久 而且證實度可靠性非常的高 因為在新竹市柯文哲的大本營 他在上次的所謂的立委選舉也好 或者是縣市長高宏安 還是民眾黨的一個唯一的 在島內唯一的市長 所以他在民眾黨在新竹市的 制度都非常高 那在新竹市又有可能是細卡都 如果民眾黨參選的時候 因為時代力量其實是牽制了所謂的民進黨的 相關的一些選票 現在有政政錢 國民黨是政政錢 所以柯文哲這一張柯美蘭的牌 其實是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跟朱立倫談判 因為馬上就是說會衝擊到政政錢 所以我柯美蘭出去選 衝擊到政政錢的時候 即使我柯美蘭不會當選 那我會拖垮你政政錢 你就少了一席 所以我就永遠有跟朱立倫談判的籌碼 第二個不要忘記了高宏安 高宏安的涉貪案 高宏安還是一個郭台銘的人 他叫郭台銘叫BB 他才是所謂的民眾黨黨內 郭台銘所謂的有20%的股票的 這個所謂的代表人 叫做高宏安 所以高宏安的未來郭台銘參選之後 高宏安你的態度是什麼 變成是我柯文哲 用柯美蘭參選來牽制你高宏安 另外一個就是 高宏安是有可能被判刑解職的 所以這個林冠年曾經擔任過 所謂的新竹市的 竹北民眾黨的提名人 林冠年就寫出來說 柯美蘭的參選 即使不會當選 他有可能接任高宏安 作為所謂的繼任的人選 因為你如果一審判決有罪的時候 你就得停職 如果他接任這個副市長 他就可以馬上的 副市長代理市長 然後代理市長之後 你解職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補選 這個所謂的新竹市的市長 這個是柯文哲在第三張牌 就是說所謂的接替高宏安的人選 把民眾黨在新竹市的生命 變成是民眾黨可以延續到2008年 2028年到柯美蘭 繼任下一次再選 就可以到2028年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就是 柯文哲的柯美蘭這張牌 用家人這張牌 其實是對朱立倫 對郭台銘 對所謂的高宏安 同時在做施壓的動作 尤其是郭台銘不要忘記了 柯文哲跟郭台銘之間 彼此就有一些 附中錯綜複雜的關係 而這是錯綜複雜關係的節點 就是高宏安 高宏安的關係會讓 他未來跟郭台銘的合作 產生一個所謂的變化關係 這個變化關係 會讓他們促成他們的合作 所以柯美蘭這張棋 可以促成所謂的郭台銘 跟高宏安之間的合作 不要忘記柯媽媽今天怎麼講 郭台銘之間的關係 來來來 柯媽媽怎麼講 柯文哲妹妹要選新竹立委 柯媽媽說 我們一家好幾個人選這樣很好 怕人家罵耶 會被罵嗎 現在已經驚驚了 我們會驚驚了 不會 完全不怕 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還直接邀請說 你郭台銘年紀比較大 你可以來跟我們這裡的文廷 來講看看 講看你的理想 我們兩個怎麼合作 我們柯文哲怎麼配合 記得是配合郭董 也是說柯文哲的態度 從柯媽媽的嘴巴裡面講得出來 未來跟郭董之間是有談的空間的 當然柯文哲 那個郭台銘講嘛 在談錢太熟氣 談錢太熟氣的時候 不要講錢 那就是談位置 不是要談理想嘛 理想如果談成了 就可以談位置嘛 所以郭台銘跟柯文哲之間的合作的關係 是會透過郭媽 柯媽媽這條線 跟高宏安恩這條線持續在進行 讓我們去